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一家日式连锁超市 听说那里的便当很便宜 所以今天我要跟丸子去看一看 走吧 阿比塔位于日本人置居的金红桥双圈 几乎可以说是全上海最大的日式超市 金红桥店也是阿比塔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海外店 整个超市占据了商场B1楼层的二分之一 阿比塔隶属于UNI集团 UNI集团是日本四代百货公司之一 阿比塔以食品、家品、服饰作为主打 一项以优质而价格合理的产品及休闲时尚的购物环境组成 超市大部分的商品都是日本原产的 售卖的熟食也是日料风格 阿比塔是由两个意大利语文组成 一纸以应俱全的一词 将最时尚最潮流的概念集中在一个口栏内 确实也如此 在这里能看到超多日举同款商品 今年大热的日货在这里也是应有尽有 连代购都省了 特别是便当 全部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承包你一周的午饭根本不在话下 来一趟超市第二天就可以像日举的主人公一样 带着精致的便当上班了 每天晚上一到七八点超市就热闹无比 因为八点一到熟食圈的各种食物基本上都是五折 部分商品可能是八折 大家选好商品后都排着队贴折扣标圈 刚刚还满满当当的货位不一会儿就被抢购空了 抢购场面一点都不输双十一大展太厉害了 晚此还是第一次见呢 一二三 我们回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 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一次看一下我们到底买了什么东西 到底价格怎么样呢 大家看一下这条盐烤青花鱼已经是成品了 原价是17块 现在是半额 半额的话有50%的意思 五折的自烤五折的自烤 折下来就是八块五毛钱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这个三明治里有猪排鸡排还有这个炸的鸡蛋这样的 原价是18块 然后我们买我们买的时候已经就是打折的时候了 打折是打八折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竹甲鱼原价是7块 半价 现在是半价 我们半价买的 3块5 这个是炸鸡便当 然后原价是24块钱 然后我也是半价买的 然后就是就是12块钱 可能比普通的便利店一份炸鸡或炸鸡便当都要便宜很多 而且这个量也很大 大家看看 对 他就看跟你说 我就收费一下 好 我的数还比较亮 所以他的份量其实是蛮大的 而且只要12块 12块 太多 相当的 好 接下来这个就是 色拉 对 是有烟熏鸡肉色拉 然后原价是28块 也是半价 就才14块 而且鸡肉还蛮多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再看一下 这个是鲜羽的刺身 有这个 呃 刺身是原价是58的 然后也是半价 这个也是色拉 这个是金枪鱼的色拉 是20块 打折下来 有10块钱 10块钱 这一份有这么多肉的色拉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吃的鸭掌 然后原价是26块4 然后打折下来也就十几块的样子吧 再如果是周黑鸭或者绝胃这一份的话 基本上也要十几块二十块了 所以这一份相当的便宜 好 接下来是我非常想吃的三文鱼寿司 这一份寿司也就二十 看下来 四十二块钱打折打下来也就21块钱 这么多 也是对折的 天哪 半额也是对折的 没有就数不过来 感觉十几个小的寿司 这一份 这个真的好多 就这么满满的一大堆才126块 天哪 我感觉在外面吃一顿绝对是吃不到 就相当相当的划算了 再下来我们就开动吧